月哥今天爸爸这样啊不考你的写字啊考你这道题啊一根筷子吃花生啊一根筷子只要你能把花生一根筷子吃到嘴里这个不碰到嘴巴啊吃到嘴里我就奖励你一台啊那个遥控无人飞机怎么样 是啊一根筷子试一下敢不敢挑战敢敢那就去 那你开动脑筋看下怎么吃啊是吧哦这样这样也吃不到啊吃不到你啊哪里那么容易吃到吃到那我这个遥控飞机不是白讲给你了是吧 哎知道了哎这个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这个违规不能碰到这里你要你要想办法我这样的话我还考你啊 那自己也吃不到啊那能怎么吃呢那你要开动你的脑筋开动你的思维啦如果我知道了讲你能不能大一点哎呀你行如果你真的知道了除了遥控飞机你还想要什么 遥控越野车啊嗯那你有没有信心吃到先咯应该有吧应该有行你可以吃得到就讲如果吃不到的话你就给我回去读古文半天读古诗行吧哦敢不敢挑战先咯那你试一下能不能吃咯说多了没用 哦哦我知道了哦我知道了什么什么意思啊筷子掰断了就能吃了这样啊啊你这样也行啊这不知道吗哎呀你这个太狡猾了你知道了嗯哎呀这个好像不算了你你白白又没有说不能筷子不能俗话哎呀哎呀就你聪明 你那行了那个越野车飞机等一下就买给你行吧啊啊啊